回到中天新闻 台北县政府过去几年来 积极在推展数位计划 三年来一共超过了 十万个县民参与过免费电脑课程 而台北县也首创了 行动电脑教室 也就是只要满十八个人 你打一通电话去 就会有专人开车到你家里面 教你学电脑 台北县有三百八十多万人 不过这里有超过一百万以上的民众 无法或是没有接触过电脑和网路 台北县政府为了缩短数位落差 开办免费电脑课程 基本的都不会 所以你必须要教他一些很基本的 比如他要上网 他自己建立一个部落格 他用视讯 做这些基本的动作 让他不会跟外界隔绝 所以我们开始 教大家使用电脑 我们三年就要教十万 十万台北县的县民 电脑课程除了要教 一般没有机会接触电脑的阿公阿嬷之外 服务对象还包括偏远地区的居民 只要挤满十八个人 一起揪团 行动数位教室车就直接开到你家 从那种会怕电脑 然后开始享受在电脑里面 就是开始 叫他们下课不下课 那时候还蛮开心的 看他们就是真的有学到东西 而且看到他们的笑容 我觉得是最大的感动 数位希望据点 现在已经达到三十个 台北县希望能够因此提升 整体数位化程度 也增加县民的竞争力 总体新闻综合报道